火锅里翻滚的江湖 筷子一出一阵厮杀 肉片一涮片甲不留 前方吃紧 后方的厨房 有没有让大家安心的吃啊 像是大块的肉腿 就这么赤身肉薄 没有包装 大喇喇的往冰库一扔 厨房料理的餐台 谢谢也没清掉 还有冰箱的门框 也脏兮兮的 该擦了吧 这我们送进五脏面的美食 怎么就一个框框装着 往厨房地上一放呢 台北市抽茶29家火锅店 19家出茶不合格 其中三成出在食材处理 以及制成卫生有问题 不过复查都合格过关 包括知名的12锅 宽巷子 老仙爵 肉多多 蓝象亭 这一锅火锅等等 都榜上有名 我们并不是在卫生上面 最主要是因为地砖 会符合他们的地砖品证 那我们地砖是因为搬送物 所以有损贿 那这个地砖的话 已经在进行 已经陆续在做修复当中了 另外抽烟餐厅卖场超市 贩售的45件火锅料 有两件的鸭血标示 不合规定 那发现了部分鸭血 它经检验之后 成分含有鸡跟鸭的成分 那可是菜单上面呢 只表示了它是鸭血 并没有完整来说明 产品的一个内容物 这样容易让民众会有误解 它是百分之百的纯鸭血 家的鸡血就应该标示 有加水血或禽血 让大家知道 你的鸭血是不是真的 赶鸭子上架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